縮角雖然是表演 但仍然有他真實的一面 縮角界內部的東西 你又知道多少 這個世界這麼大 不是只有一間WWE Rainnator 右手一刀 Rainnator 歷史動了 歷史動了 如果你是一個縮角迷 或者對縮角界有興趣 我,Rick,會帶你進入 縮角界最真實的一面 逢星期日,Only One Radio 縮角時報,Chinese Wrestling Audio 等著你聽 Rainnator 現在整個節目在這裡 你是不是還要聽另一個台 啊,不是啊,我沒有啊 我按錯了 為什麼要這樣冤枉我啊 我是吹什麼節目主持 你是不是還要聽別的 啊,我知道錯了 現在我逢星期二 都會聽吹什麼的 那就好了,快點起來 這個節目好聽又好笑 怎麼可以錯過呢 同星期二 Rachel 阿Ped 吹什麼 喂,得不得閒啊 不行啊,我們去打排球 喂,得不得閒啊 不行啊,我要教排球 喂,得不得閒啊 不行啊,我們去看排球 哇,有沒有這麼多人喜歡排球啊 有 有,我們跟港排球 逢星期四,Only One Radio Body in action 好,最後一隻Rachel 打爆遊戲沒有啊,三位 Banet很厲害 好啦,Depo 可不可以練準些 射得很差啊 Harris都很笨 我教你啊 首先是Option那裡 不是,Roster,Option 接著編輯 這樣就行了,笨笨 哦,Eddie Player啊 算吧 好啦,好啦,來啦 我也是用Heavy Sims 會比較好一點 算啦,OK啦 來啦,來啦 那,接著這兩場呢 就搞定 我開頭留一場呢 我打算很快搞定 誰不知現在拖勞的死款 說一場東岸先啦 流馬對無私 那對面的L就韌韌腳啦 衰難份咯 沒得看V8839 有啊,現場看 即直播看啦 但我有看回轉播 即是replay的 嘩,我真的覺得 神奇頂級超長 即是,我心想 在第三節 有一個Stat是 Machine Gotat 一個人搶了 整隊流馬一隊 的男版 即是16個 哦,16對16的那個啊 對 那總統啊 嘩,真的太棒了 那一場 那一場不說 說之前那一場 即是流馬贏了那一場 多謝阿里莎咯 不關事 最後那個play我也是有些問題 為甚麼他開球呢 為甚麼他還開球呢 他應該是整隊差不多叫準那個 也都是最有經驗那個 他其實 好老實講 今年的Randy Whitman 其實我又覺得他不是很大的希望 純粹就是因為Badley Bill 成為了整個NBA季後賽裡面 真的叫冒起得最快的一個新秀啦 那我覺得 呃 他給多些經驗他們試也好 或者是 即是太信任他們都好 其實都是那件事來的 還有還有一件事呢 那一場 即是這樣 我最近這個禮拜 經常在Rotsapp裡打的最多那四個字 就是甚麼呢 又會這樣的 好像都不試一次 是啊 那試完那一場 我半場就沒有看到 那時候上半場就 無私班後備很歪歪 孝京京 那半場贏了15分 是贏了50比35 好記得的 然後回來 我做完事 放工回來看 我為甚麼輸回頭呢 然後我問 又會這樣的 原來流馬 原來無私是不會打順境波的 究竟發生甚麼事呢 有沒有人說到 那一場 沒有人看 沒有 沒看 其實那一場最主要就是 因為其實 Paul George在第三節出來 其實就 在單節對了四個三分 而這件事是 我也是那句 雖然你贏不過 但問題是 如果你真的這樣養生 你把Paul George 把他練成 Rim Hamilton Red Sea Miller 如果用這個打法的話 你流馬的配置 就不應該是這樣的 那怎麼辦 擺內線擺Harrie Simms 和三分神獸 和三分神獸 彭仔會告訴你一定是這樣擺的 懂擺擺一定是這樣擺的 回答都是Banette 我今上中下三路就毫無破綻了 哇 那我會說Paul George那場 為什麼可以射得起呢 其實是因為 他是真的走很多Screen出來的 而這件事是真的很協助到 他拿了一個真的open look的射球 而他又真的射到 那也都ok的 而另外就是Roy Hibbert Roy Hibbert其實 他是自從在 不知道為什麼 回到無私主場打 他突然之間 不知道是不是在Georgetown 呢 近以前學校呢 那打起來又是醒神反應 還是有些師妹看著 小的那些呢 師妹說 師妹在這裡看完之後 大衛星跟她說 那些師妹在這裡 不要壞給別人看 壞了 你繼續回去繼續讀 你知道吧 女兒都沒有條 是吧 這樣 那就是 勃起了 老實說 之前有沒有聽過一件事 這個流馬釣魚團 哦 是啊 據聞好像說 打完那兩場之後 好像一般 然後是Paul George發起 Paul George在IG post了 跟這個 George Hill 和Roy Hibbert 就一起釣魚 釣魚 釣完魚之後 Roy Hibbert就開始黏了 可以正常回應 那 出到來其實 看到一個變法 阿鵬仔那天不相信 Fan Pogo 說 哪會整天用Wall Hibbert 你說完之後 下一場都還在用 雖然那場很厲害 3分10中7 有沒有記錯 39分就贏了 那 但是呢 你的預言 是不是要遲一場才應驗呢 我想是啦 那我講到最近那一場啦 那 L繼續講下去 最近那一場 那一場呢 其實呢 你看到頭兩節 你是覺得 其實沒有什麼異樣的 我會說 劉馬呢 基本上 他的生命就是 在不知不覺之中 慢慢死亡 我覺得第一戰出了事了 這個很文藝啊 這個形容是很文藝的 但是 我是覺得 他輸的那些藍牌呢 因為 頭兩節都還還可以 蛤 因為 其實 我會看到 George Hill 就 頭那一節 有少少有嘗試去攻的啦 這樣 那就不行啦 而 Wall Hibbert射了球十八尺啦 我會射到的 那又 其實不行的 他 初出到的時候也射到的 初出到 他頂盡去到 十五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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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Dplay 其實也是這樣做給Paul George的 但是 其實那個問題出現了 因為 你要做 Pick給Paul George 其實 我當你放Sale Double也好 或者 放Multi Screen也好 那你一定要放大西和Wall Hibbert 做Pick的 是啊 那老闆一出去 一折球又起路 馬上射 耳蛇蛇蛇 那Hibbert和大衛生說 大哥 我還沒上位喔 哈哈 你現在 導演我還沒上位喔 為什麼你這麼快 CUT CAN也避開喔 哈哈哈哈 那 其實 頭兩節就是這樣的事 而第三、四節 為什麼會輸這麼多呢 其實是輸很多 很無聊的進攻籃板 就是 被人貼一下有一球 被人貼一下有一球 被人貼燈有一球 哈哈 即是 他合不合起來 輸的那些籃板 你真的 如果整場看的話 你不覺得他 你是會 為什麼他會輸這麼多呢 哈哈 但是你最後 看回BOSS的時候 看回那些籃板 你是會張開眼 只剩下一個洞 然後 哈 Risa都貼了幾球 其實 你整場看 你覺得 OK的事情 但是 你看數字來說 是很不OK的 OK 我想問另外兩個 有沒有看過這個系列 第五場 我有看的 第五場 我會覺得 有一件事 劉馬是做得不好的 就是回防 你可以要求多少呢 那倒是 但問題是 我經常都看到 真的是三打一的場面 就是一個last guard 然後 然後 巫師 已經有幾條粉皮 尼尼 好像已經上 尼尼是衝前 那個 哈哈 正常 然後 然後 就造成一個很快攻的局面 我覺得 劉馬這件事 我經常都會覺得 他們沉底的人很多 劉馬的時候 Paul George已經是一個 然後 有時候 有一個內線 兩隻內線 通常都掉了 都掉了 然後 然後 有時候 可能再加上底線 又有一隻 即是 底線又有一隻 然後 他一 做了 不是說很長的 V板 已經是 那些V板 落到大概 是一些 罰球線前的位置 他們已經 被人打快攻 開始 這個 我覺得 劉馬 整天是輸在這些分 這樣 阿軒有沒有看過 嗯 作為 因為我只是看highlight 看highlight 我也覺得 這個 Roy Hebert 究竟認不認識 什麼叫 拿位 拿難辦 他什麼時候認識過 哈哈哈哈 你說 你以前打球 你夠高 你就拿到 大哥 別人的哥塔 都不是矮的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7尺 他連續幾球 看到是 哥塔在後 衝 衝衝衝衝衝 就拿了公版 塗樽 我喜歡那個裸字 是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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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y Hebert 站著 好厲害啊 除了 那沒有 我講一下 我看了什麼 還有啊 我想提回NBA的球證 麻煩看看 Roy Hebert的腳 為什麼呢 這個人 無限走步啊 這傢伙 對呀 我記得很明顯 他打了這麼多年 都是這樣的 他永遠都是 他第一次轉身 那一下 你會看到他 快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他慢行的時候 你永遠都是看到 他拿來做 pivot foot 那隻腳 是永遠都動了 那些 然後到地下 現在emerge 那把球全部走開出來了 developments 但是沒有 sıv文 有人認為用來開 有一刻 作弊軟了一點 個人 clar 那這個ати 是2500多磅 但高 其實他如何 重新不高 所以 因為如果他坐太低,我經常說他坐不低,如果要拿位要坐低一點 但如果他像一般人一樣坐,其實他不是很夠力的,沒得搞的 但我看第五場,我看了第一節,我看了頭兩個姿勢 劉馬你幹什麼,出事了,第一件事,George Chil 我想問你,你是不是以為自己是保障 你拿著那個匹過完之後,在遊花園幹什麼 不是,George Chil經常都做的,過了一個匹拿一個屁股,他很喜歡的 他不是坐著那個位,坐著那個位,我不怪他 即是正所謂你拆化學的東西,拆到很瘋,我就不怪你了,好像有穩哥說過 但是問題是,你是拿著那個匹,在中間,拿著那個匹,過了四隱五度,然後就回頭 然後又拿另一個匹,又去另一個四隱五度,又回頭 你又不是找人,老闆好像站著不想動,每個人都不知道怎樣 然後Rod Hibbert都插手了,藍地被人吞吞吞到十尺,你又不交 我不知道你在控制節奏方面出了一個問題 第二件事,Rod Hibbert,你重心高,不要緊 Rod Hibbert,不是很難的,他又不會的,他又死了,對著,大哥你對著那隻 外號RS782號的高達,出名強行的 外號,你又不夠人力,又不夠人好力,又不夠人頂 那你去到三秒區,去到所謂AB的位置,那你就好心離開 那你還說,給我幫我,死亡一大怨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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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伸了手了,然後轉過來高達爬回去 是啊,死亡爛娘,舉手了 兩位都是高達,突然一下子衝,整個人衝前,爬回去 爬回去轉頭,我都見過第五場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Rod Hibbert有點奇怪 怎樣用他,或者是否好像英隊那麼舒服呢 那我有點疑問 你說無私那裡,為何反得那麼厲害呢 過撻那一刻真的很瘋狂的 喂大哥,掌進攻,那不是掌進攻籃板 他是裸,好像阿謙那樣說,是裸 他是很多second chance 那當然還有一些bonus,就是裝魔三分很準 其實我先說一下數字 裝魔整個series的三分明中率是18.5% 哎呀,杜蘭輸了 這個是整個series,不是第五場 OK,接著呢 我會覺得其實John Wall是 尤其是第四場 我第四場有看到最後一節 John Wall很明顯是不敢起手 已經去到一個 他是空了 他已經怕了 他已經怕了,不敢起手 在第四節臨尾的時候 他是寧願給其他人screen 給Badley Bill射三分 他自己也不捨 但是第五場就好一點 對,第五場就好一點 還有,無私有些調整 他開始拿回其他東西出來 例如什麼呢 嘩,我整個Payoffs都差不多未見過的John Wall 用Pick and Roll 進去 終於多了 有些東西看了 另外就是 Badley Bill 我覺得他開始有些問題 好像有一點信心過大 情況出現了 是正常的 通常兩場好球 軍不見隔離隊五號總指的零號仔 嘩 其實有一點 不過Badley Bill 我覺得 為什麼會覺得Badley Bill 還有得上呢 或者 不妨說了 雖然明天打 但我仍然都很相信 那場是要搶七的 那場都搶七的 是 是 我覺得是要搶七的 因為其實 我不相信 雖然這個series 無私很 我不知道為何無私永遠都是打作客 打得好主場 但是這件事就成為了無私的優勢 作客優勢 那 就是 你會說 上個series對公牛 三場作客 贏了 然後 暫時這個series 三場作客 二勝一 二勝一 二勝一負 然後 接下來 他根本上是打作客優勢 這條球很狡猛 我覺得 就是 保自己主場 其實是 有他的方法 還有 其實很 坦白說 我看到他們設定給過他那些play 流馬一時三刻是破不了的 那些人專身 還有他們是設定了一個 雙鏡 給過他 繞一個圈 然後才出來拿球 這一下是 協物是 協物是 每次都被他拿著AB位 任他左邊或者右邊上 這樣 其實是難的 而 我反而寄望的是 無私都是內線 那些 裝模 好球是OK的 那一場是OK的 但是 你保持著這樣打 你不要像之前那樣 手緊 不去 自己攻 我覺得這件事 要自己小心 真的撞鬼 沒有人說 沒有人說流馬 哈哈 一向都會想流馬 混蛋 是你最想的 基本上 我一向都覺得流馬 我講到沒有什麼好說 流馬根本 他的弱點也是 那些Lancy 那些 L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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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ry Garry已經形容詞 老實說 我現在都相信流馬是有機會 即是 開始覺得流馬有機會贏 糟了 你叫 開始覺得流馬有機會贏 好像已經沒有人記得他是第一種字 本身 哈哈 你看看他打英對打成怎樣 我當初見到他進第二圈 我都覺得 你應該都 扑扑地 扑扑地 跌跌撞 哈哈 曾經有一 不是應該這麼說 曾經有一刻 我見到他贏 連贏三場 我覺得有少少希望 即是原來他是阿堅來的 哈哈 假的 可以跟你說 OK 不 流馬我還是說一句 上個禮拜我還沒看到 你做到出來 我包你贏 但我覺得有少少調整 這個時候 不是說那個play不行 而是有少少調整 然後 羅希伯拿來做房子 你下一個選擇 你不用想想 David West 老實說 你在這個series David West的狀態是平穩的 你給到球 其實他可以做到 也算是交到貨 交到貨 當然老實 因為他對著那隻是LiLi 他頂著那隻LiLi 所以GOTA拿這麼多籃板 即是誰在記錄他呢 大家心知同明 我看到GOTA在三分線走進來拿板 那次我真的笑了出來 是拿 是拿 是走進來拿 是拿 不是搶 他有個問題 就是GOTA已經拿到板 他們先來衝那一下 才是太遲 你就想衝那個是David West 他放棄了LiLi 你我們偉大的紙巾哥 還站在罰球師 有的 很高啊 高達氣飛啊 但很遲 然後是倒下水 我怎麼都按下你那一下 然後就犯規 但他又貼進去 這樣MHB就很大問題 所以 如果你所謂聯盟第一防守下話 我真的不懂 這樣的 我真的不懂 不過另一方面 其實有些東西可以做調整 例如 即是經常玩那個東西 劉瑪呢 在這裡的playoff是很有趣的 他經常有一個調動的 誰最大的威脅 我找Paul George手 是很喜歡玩這招的 即是跟托方者 誰搞不定 搞不定 就找八童啦 哈哈哈哈 永遠都是你 但是老實說 暫時見效的 暫時都要收到效果的 因為Paul George 始終他手長腳長這件事 又跳得高這件事 對他的防守來說是一個優勢 我會覺得有一件事 如果你給我 是Francogo 我當我是Francogo 我也是只有這招 我會拿他來受狀窩 用Paul George手狀窩 真的經常用法國Paul George手狀窩 是啊 嘗試一下長期用Paul George手狀窩 另一方面 大膽 我大膽嘗試 Evan Turner打正選 不是拿他來攻 因為他判別人專心一點 他拿來判別這邊 我已經信不過Stevenson 我已經 Francogo不會收起Stevenson 你吃招吧 這樣啊 他打了整季了 那你又不給他空間去插花 你又要去插花 放三個人在他附近 方式沒有人夾他 他伸手出來 撐住那球也要位 不是啦 他騙人那一刻要位 你給他一點位 不是 放Pulse 然後撿一些Caman 拍完照片 拍完照片 劉瑪我覺得很有趣 為什麼他可以 有這樣的陣容 有這樣的Bench 可以打到這樣的呢 我當初以為 Bench的深度 巫師和劉瑪是差不多 誰知道 這個series 看看 咦 原來的Bench 即是 數一下劉瑪有些什麼人 Bench Sicola 我想是唯一功德那個 馬謙瑪 真的只有他正正常常 進攻 馬謙瑪 進攻就當是四打五 沒有的 屈臣就真的 事有事沒有 屈臣一時事 真的屈臣一時事 我覺得是入賣不夠 Turn Over 那你又對 是入賣不夠 Turn Over 還有那些無論差差 變成M1的犯規 Turner 我不知道當不當他是Bench的其中一個 有時候就出四分鐘 有時候就出十幾分鐘 有時候就直接不出 這樣 我不知道有什麼用 哭 哭出來 你自己方長 真的傻啊 Vogo 在Turner的Rotation 不是 跟阿天才比 那阿天才贏不硬 我覺得 其實我現在真的很討厭Vogo這個教練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是因為他究竟Rotation出了什麼問題 而是這個教練呢 他基本上是沒有火可言的 他不是神牛黨黨員 但他不會罵人 有啊 有罵的 他整個樣子是怎樣呢 他是 即是激動的事 他應該激動的時候沒有激動 他只是個樣子是一臉 每一次的樣子 你看著他如同看著Lan Stevenson 你明白嗎 他每一次的樣子都是 好像很無言 但是永遠都是告訴你他很生氣 作為一個教練 尿 有東西尿出聲 你不告訴球員 不告訴他你想要什麼的時候 你做不到你要的事情 有多出奇 其實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傢伙第一是神牛黨黨員 你看是怎樣用Evan Turner就知道了 這些就不用再說了 第二個就是 這傢伙是對自己 之前做的 preparation 是非常有信心的 即是明明是什麼 反過來來說 他不懂得變通的 所以這傢伙是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怎麼改 總之我覺得自己沒錯 就是這樣 原來不是國 對 所以 但是我仍然堅持 我覺得 劉馬是應該有機會贏 不過 如果劉馬要第一種詞 搞到要打第七場呢 很沒有說服力 認真的 不 人家波士頓2008年 都是頭兩彎打七場的 但是劉馬告訴他 他的防守很厲害 他的防守呢 不可以表現的 你真的覺得有時候 你要看那場的表現 真的 我覺得 他現在的表現 還未及得上他 今季季初的表現 真的 算了 這防守不見了很久 算了 下一個了 因為這個有很多話要說 西岡 3比2 雷霆對大V 是否主力說最近那場 其實 說了那幾個比賽 不行 當然不行 雷霆偉大的第四場 collapse 怎麼可以不說 這場 我們上個星期預言 看這場球的娛樂性 是爆燈 證明我們沒有騙你們 究竟娛樂性 還好有爭議性 吵架 首先你看傻仔教人的戰術 已經看到你很開心 不是我是偶 眼屎都爆 我剛才這樣說 我是在想 他這樣都死不去 真是厲害 好厲害 他那些 嘩 不是用D來形容的 他那個屁 他那個屁 那個屁 不是 我真的第一次看 就是上星期 L說 為何可以有一對球 不聽過教練 反而有機會贏球 我可以告訴你 我真的未見過那個教練 可以設定一些戰術 是 人家亂打 還打得比你的戰術好 我都不明白 他可以怎樣做到 即是他那些 我看到很多 很多走位 走出來的 那個在外圍 那個叫Lick Collinson 這個真的是 極品牌 即是上星期 我都看到有一個 我忘記了說 我會看到有一個很完整的ISO戰術 但是ISO那個對象 是卡汪不賴的 那個時候還在追分 雷婷 是要追分 他是落後 我真的 那個時候 賭卵是同場 同場在 對 有Rathbock 真的夠奇怪 我真的覺得他 還有一個更奇怪 例如我看到什麼 Perkers棋 HIGHBOSS刷影 我真是爛頭 這個 他很有趣 Scarboss那些戰術 我經常說看戰術 有些人說 什麼Pick and Roll 什麼走位 找到多少位 滑到很厲害 滑到花光 好像解釋得很好 即是我看到人是這樣的 嘩 不停地射一停 在半場的走 走了三個圈 走完出來之後 麻煩你 3分2buchar 即是有時覺得 Niccollinson那個Play 你不如再放2buchar 放在底線三分 你不用再放Niccollinson 他有條整的了 Niccollinson現在現在是就行了 不行 怎麼可以不說 最神奇 最強大 最屈肌的MVP 即是怎樣 即是我在雷霆大飛第四場 我記得雷霆一開始的時候好像在這段20分 然後到第四節 第四節頭段都還在這段15分 事件開始出現了 我們親愛的文件之河發現我們搜不到Douane Manns給他屈記 Big Griffin還給他屈記 阿達好像沒有用過 然後Danny Granger又被他屈記 這個就毫不意外了 那怎麼辦呢 然後突然間 整對球差不多最矮的那個說 老師 等我來 我這個做得到 然後我們出來就看到我們親愛的獅片衣服 那時候還是 獅片衣服就放了Douane的下盆 然後就等Douane鋪塞 Douane都很聰明 但是這件事是怎樣呢 那個鋪塞是怎樣設定的呢 這個精彩了 在這個藍桿的左手邊 佛球站那邊的AB位和牛角位那邊 就有這個Ebacca和Niccollison 設定了兩個匹 那我們借檔跑出來的那個就叫Veggie Jackson 然後繞了上來 繞了上個佛球頂位那邊 然後又不知為什麼 繞了個U字形出來 我們就擋我們親愛的Douane 在那個AB位那邊走出 偶角位那邊Pose Up 哈哈 哦 盧毅司機也是這樣的 那 問題來了 首先 Wesbrook呢 我上個星期都說了 Wesbrook是長期保持球太久 才開一個Play出來的 哈哈 那好啦 第一個問題 我不明白Douane為什麼站在那個AB位那邊Pose Up 為什麼你不交到那個AB位那邊 要他在那個牛角位那邊Pose Up呢 第二個問題 你都是這樣玩的時候 你那個Pick Reggie Jackson的Pick 是連續四次啊 都是ineffective的 都是Pick不完Chris Paul的 都是Switch不到的 仍然都是Chris Paul放著他的下盤的 那你這個Pick要來做什麼呢 浪費腿 不是我發了Skobos的 為什麼呢 傻仔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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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時間改不了口 其實我覺得他的Play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是啊 表面上 好像很多走動 好像馬車那樣 哇 五個人進來飛啊 但是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 你飛完出來的東西是沒有意思的 除了浪費自己有體力之外 另外呢 他看出來的那個更精彩 他那個Play是厲害到 一開始 我就站了兩隻在High Pose High Pose Standard Set 但是另外兩個牛角位那隻 是怎麼跑的呢 他不是直接走到底角 他永遠都要走一個交叉 用途在哪裡呢 你要問天才 等一下 他是在中間打過交叉 還是怎樣 他是在兩邊的45度打過交叉 好像是 哦 我明白了 即是怎樣呢 Ratsburg站在中間 牛角兩隻 那兩隻在四陣道位 然後就好像兩個Paw George那樣 穿過男帝 然後互彈出來 就在底角 這樣就完成了 牛角設定好了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那個High Pose是永遠沒有波折的 他是走出去設定兩個擋 然後被Ratsburg選 等一下 我打這個架子 兩隻狗互彈出來 兩邊的底角 那兩隻狗我當他撞了一塊 那你High Pose是兩個 他配合兩個 剛才撞了一塊 那兩個 然後Ratsburg 一二三四五六 做什麼 是不是很爽脾 做什麼 做什麼 他是不是看完車路士踢球 來啊 放一架巴士 自己也撞過去 是啊 搞什麼 是不是很爽脾呢 真的 真的 另一方面 相對來說 我叫大飛 老實說五場 我覺得大飛是打有系統一點的 我覺得大飛有個很關鍵的人物 其實整個戰術中心很關鍵 那個就是阿達 哦 是啊 我覺得阿達是整個快艇體系裡面 最核心的一個 反而覺得他才是 就是JJ Reddick 因為JJ Reddick射手 他沒有球的move 即是無球的走動 其實是已經可以引到很多人的脅防 而從而如果 這個 Gryphon和CPV 打這個Pick and Roll 就已經是 很大鑊 都已經令到對方很頭痕 我這樣看 JJ Reddick有幾個人 第一樣就是 剛才說 就是好像炮哥一樣 基本上跟炮哥是沒有分別的 我覺得他有時候比炮哥更厲害 他在大波射 另一樣就是 你很多時候見到這個series 甚至上一個series 都是 JJ Reddick是救命的 很多時候都是他 幾個底線三分 甚至不底線 他一匹帶回一部就射 很多時候 他有兩個人 或者加上大飛 大飛 佐敦的屈招 當然比比比摩 比比比比比比賽最可惜 但還是最難 其實是一個簡易版 簡易版是甚麼呢 找多兩個人塞著男子 頂著大飛 不要讓他跳 勇士做過 勇士做過 成功的 那時候文健之學 一時撞不了機 就按狗狗地叫Mad Bounce 所以射中他們來 經常炒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Mad Bounce 在Vside 他真的被抓了去夾大飛敦,然後他就屬於HIGHPOSE射中去CATCH AND SHOOT 但他又不是很準確,他經常解僱 其實這個系列,我相信這件事是Doran自己想出來的 Doran經常去夾大飛敦 但這個時候,移完後,Raddick的三分就不斷打 這件事在戰術的體系中是不錯的 另外就是,這個第五場說不說呢?不如現在來吧 這個很猛中期待 你們想說最戲弱的幾個play先,第一話說大飛先 其實我沒有看大飛,因為我只看了第四節 我看了整場 不如先說那幾個play先 因為最經典的東西,整個RLC的人都是想我們說這幾個play 由第一個Steel開始,由Red Rejection開始 先有... 賭蘭那球三,不是不是 CP3那球 我先說吧,其實我覺得DJ錄飯那個play 對,你先說吧 其實那個play呢,其實以現在的NBA標準來說 基本上是脆硬的 因為其實你會看到Dian J. Jordan設的play 首先他的play不是直的 就是以NBA的標準來說 設一個play呢,其實就不可以捱身那樣東西 其實是相當之重要 而Dian J. Jordan其實看慢鏡也好 都看到他其實是捱了半邊身過去 那當然啦 Wassel Westbrook呢,是要給他一點點 credit 因為Wassel Westbrook呢,有些時候 我不知道他是聰明還是蠢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Wassel Westbrook呢,長期都是撞到別人的play 然後硬撞開他 然後繼續追 Wassel Westbrook呢,他是快的 但是他是快的,你又追不上 他又撞得了 他撞得了,他快的 他真的硬撞開那個play 然後繼續追 Wassel Westbrook呢,但是 在Dian J. Jordan設的play 動作來說 首先是捱了身 第二 更加推銷到他捱身的東西 就是他動了 Wassel Westbrook呢,對 而這件事是 很明顯地DJ那球 是真的要吹回去 那就很無疑問的了 先說 阿樂說齋啦 我們有這個親愛的屎片衣服 在47秒裡面連續三次按鈎 這件事 就是比起這個 比特在天光前三次不應主 這件事是更神奇的 人家都在天光前 他47秒按鈎三次 厲害 好,那就先說 Duanco快攻 那球 三分球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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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開球 開球那時候 反而那球我不是很記得 那球我記得 那球我記得 那球 那球是怎樣呢 其實大概是 邊線球來的 然後傳了給Wassel Westbrook 其實我覺得已經很有問題了 因為Wassel Westbrook的傳球能力 那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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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覺得在Cutztime給他傳 他會不會傳 我怕他派交 我怕他 但其實那球 都可以說是簡單的工作 基本上是傳給Duanco 這個就是傻仔教你整天用的play 你差點轉不及名字 我差點轉不及他的花名 那個play大概是怎樣 其實基本上是 是帕堅斯和Duanco的配合來的 那就是 無球走位 Rexbrook基本上是 拿了一個low pose 去保持球 先的 過程之中 就 Duanco和帕堅斯做一個配合 但其實我會說 快艇是 好 快艇是 防得不錯的 他即時換防 換完之 就變成 是Madbounce 去跟這個 他轉了跟帕堅斯 而這個的帕堅斯 轉了跟到 其實帕堅斯防得不錯 不是 Brick Griffin跟到 不是 應該是帕堅斯 印象了他的帕堅斯 他那個黑頭 我一定記得 喔 他那個肥身黑頭 我記得 應該是什麼 剛才你說的 Madbounce Brick Baby Gang Dav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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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斷說拍拖堅斯 我知道你很斷拍拖堅斯 Gang Davis 先改完全部的David 其實 David 換了防之後 是防得不錯的 但問題是 賭倫真的可以射得 還有高 沒有辦法 那 我會見到 Big Baby 是盡量不想犯規的 其實那球受得OK 真的受得OK 做了 但是 入了沒辦法 然後 應該是 CBV開球 不是不是不是 CPV 接開球 接開球 我不明白為什麼 他會傳球 他那球呢 CPV呢 我覺得 這條子 永遠都是賣小聰明 他覺得自己很聰明 這件事 為什麼他做這個動作呢 很簡單 我甚少見CPV 才可以傳球 如果我告訴你 那個根本不是一個傳球的動作 是一個射球的動作 射球 去想播4 point play 對 他不是想播4 point play 他只是想播三個拔球 對 但是不好意思 Wassel Westbrook 但我一聲 SPEAR 他傻的 這個人 你怎麼說呢 我經常都說 保障是個混蛋 雖然我喜歡他帶球 但他真的挺帥 但他是個混蛋 他永遠 不知道為什麼 他不可以正正當當贏一場球 他就是要 拿一下罰球 騙你 然後贏了你 就多扔你幾腳 不斷射你 精神攻擊你 他是不會用正路贏你的球 永遠都是 簡單來說 他是要陰你 他是很迷戀 陰狗人的快感 暗爽的快感 那一下 動作其實是很明顯 Chris Paul 他是想 他明知道對面一定要散散 所以是 因為差4分 然後這個事情 明知道一定要散散 散散 散散 然後想散散 但是 兩個拔球我不滿足 我要三個 誰知道 Wassel Westbrook 這個人 原來突然看開NFL 突然看見他Draft完 近來NFL Draft完 突然就打喊一句 Spear! 撲中 一下子叉中了Chris Paul的球 不知道怎樣就撈了球 突然就彈到中圈位 G Jackson就 咦!球啊! 然後衝過去 衝過去 基本上他沒有想過 總之是Ratsburg好像狗追著球 已經 劍波衝過去 又被他拍還沒有球 而在那個時刻 G Jackson就 這個時刻我要爆了 那邊球就衝過去 然後剩下原本幫手開球的 Map Bounce 就說 糟糕了 我打好不打好 打了 然後打了下去 但是球證No Call 然後出界球就說 是OKC的球 這個Duck Rivers 就相當這麼憤怒了 就說 This is our ball 然後球證看了replay 而到最後的replay出來 球證的決定是沒有轉到的 都是OKC的 都是OKC的球 這個球就令到很多 當日的球迷 甚至乎現在的球迷都非常 不是啊 我現在上香港討論區還在說 就是 我看到有個帖子 我好搞笑 我好搞笑 他問別人 NBA裡面最真的球隊是什麼 是投票來的 但是他只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是雷婷 第二個選擇是其他 他有個姿勢 他有個姿勢 是正確的 你可以在那裡 你現在RC 阿鈴王可以弄上來 我真的被他笑了出來 被他的名字欺騙了 不 現在RR你講一講 其實理據是什麼 因為這條例 就跟FEBA是相差很遠的 是啊 其實根據2013-14年的NBA rulebook 第八章 Session A Session A Session 1 C Session 1 C 其實就提到一個出界的定義 就說 當磁球球員因為被對方的手打中手 然後那個球掉了 那那個磁球者 即是手磁球的球員 那對球呢 是仍然不會Retaint possession 那但是 在那個情況 那首先 因為那個情況大家會看到的就是 Mac Barnes很明顯拿到手 那本應要吹淘 但是沒有吹到 而就變成一個No Call 然後那個球就出界了 而在NBA現在的條例來講 Official Review 只是可以看幾件事 第一 射球的時候 究竟那個球是一個2分還是3分 即是有沒有踩界 第二 Possession 究竟是誰出界 第三 是不是一個Clear Path 那這三樣東西 是最主要現在NBA看的東西 而在那個時刻 其實他們是說 他們很 提出一個字叫conclusive 即是很決定性的一個 evidence 去決定 究竟是不是那個人拍球出界 而在那個情況之下 就是Mac Barnes拿到 Red G Jackson的手 那這個是事實來的 那出界吧 但是 那些人爭論的是 如果你沒有吹 犯規 那那個球 應該就純粹指以一個 出不出界的角度來看 那在那個情況之下 他們最需要去決定的就是 Red G Jackson的右手 究竟最後是有沒有碰球的 嗯哼 但是問題就是在於 你所說的有沒有碰球 是一個 你沒有一個很conclusive的結論 不是一個你有沒有那個Possession 或者你有沒有對球的控制 在那個replay裡面 在那一剎那裡 你作為一個球證 你是未必可以看得到 究竟Red G Jackson 譬如說 有沒有撞到手臂 或者有沒有撞到手腕 因為撞手腕那個位 是剛剛那個鏡頭遮住了 你沒有一個側邊的鏡頭 你卻看不到 就是沒有之後那球這樣 有一個側面的鏡頭看得到 嗯哼 而這件事就會成為了一個 球證判定的理據 就是 你沒有一個很決定性的結論 可以show到給我看 Red G Jackson 在被他拍掉了那個球之後 手那個位置 究竟有沒有碰到那個球 嗯哼 所以那個call呢 其實是call OKC 在NBA的例子 甚至乎在原場之後 Tony Brothers這個球證 即是那一場球的球證 是說了一個inconclusive的結論 那這件事 無論是有引例好 或者就是剛才那條例 出界的定義 或者是沒有引例 就只是說inconclusive 那其實是一個事實來的 OK 因為你是證明不了 或者你沒有一個鏡頭 好見到就是 Red G Jackson的手是觸碰到 OK 如果大家有些 因為有些人問我 關於這條條例 他們說 既然你打落隻手 你又不叫foul 那即是沒事啦 即是偷波 那如果最後last touch 是Red G Jackson 即是 因為你正常這樣掃下去 你的手會觸碰到才出去 那怎樣引用這條條例呢 OK 這件事 NBA和Fever都有用的 就是 如果有些人出去打過聯賽 其實都會遇到這種情況 就是你帶球 或者上籃的時候 人家上向下 即是波升起的時候 一下子拍下來 拍中你的手腕 是手腕或者手指位 low call 其實呢 在一些條例上 在Fever條例都有說的 如果你在一個持球的情況之下 去偷波 而打中手腕 或以上 去到手指尖 那些地方 球證是有權low call 因為 如果前幾年有看 毛記 TPB NBA 阿華哥 阿華哥經常說 波手一體 那個原理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可以引用這條條例 也可以解答到 為何 那個位置是outbound 而還要在OKC的球 就是這個原因 沒錯 下一個呢 好 阿華哥 阿華哥 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在討論區 都很大爭議 最大爭議 但我覺得是最沒有爭議的 阿華哥 同感非常同意 不用爭 那一球 為何可以罵我 我看到那個 至少有六七個相關的Pose 應該是說 我真的不明白 你爭雷霆還爭雷霆 你怎麼可以說 是Wassel Westbrook 打進去CPV的手 我形容是什麼 是最終一個 last play 那就是一個 side ball 傻仔教練 就draw up play 原本應該的勢 就像Durane 但是那些Pick 又Pick不實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阿 Map Barnes 是很成功的追著Durane 然後Wassel Westbrook 是設定第一個Pick 心想 是壞了 散了出去的零度位 然後一接球 帶出去的三分線 然後在射眼中 拋起 守他的Chris Paul 就在同一剎 跳起了 然後射完 彈到牌板 必 三球罰球 我們不說什麼 就是他射球 我們在離遠的角度 看到兩條一起跳起 然後射到三分球 然後不入 必 三球罰球 好啦 然後那些人說 Full什麼 來了 我知道我們的Pick 都有人質疑為什麼 這件事 這件事 唱篇一點 首先大家要學會 就是圓柱體理論 就是什麼呢 當你一個持球者 或者防守者 都是 如果你整個身 站直在那裡 整個身的圓柱體 圍著一個圓周 向上升 那個範圍是屬於你的領空 你不能干預 好 這是第一樣 第二件事 就是 什麼叫做 Sooting Fall 的Witching 記得 有些人會想 為什麼 有些很輕微 碰一下你 碰到你的手指 手毛不算 或者Black Griffin 那種 不知道為什麼 按下去大腿 那些 為什麼 是Sooting Fall Sooting Fall的定義就是 你的身體 在侵佔了別人 侵入了別人的圓柱體範圍 而你的動作 是有可能 令到對方的射球出現偏差 都是Sooting Fall的Witching 好啦 其實整件事發生什麼呢 大家不要被討論區那張照片欺騙你 我知道 很多人發出一張照片 那張照片真的想罵人 就是 看到兩個人跳起來好像沒事 然後說吹什麼叫 然後坐大輪 我都提到那張 就是剛剛射球的時候 Chris Paul 做了什麼呢 Chris Paul 跳起來 那隻手伸了出來 但問題就是 大家如果看清楚 第一 他的手是向斜出的 即是已經離開了自己的半圓 而是侵入了Russell Rasburg的領空範圍 叫了他的遠處的範圍 第二樣東西 當時Russell Rasburg 應該很直的 很直地向上跳 而他的手真的隔了出來 根據球例 他的手真的隔出來 那個就是他的遠處 所以基本上是不能碰的 好了 而這個時候 Chris Paul 應該是手指 手指加小手板 就放進去 Russell Rasburg的手肘 那很小力 其實我看到也很小力 那個呢 以這個 美國那邊的市場那些 球評家說 那個叫Sharp Bite 是 就這樣碰一下你的手 手肘位 對 但因為就是 手肘位 這個位是一個相當之微妙的 身體部位 來的 就是 即是當你 譬如說你試一下 坐在這裡 跟你的大腿差不多 你拍一下你的大腿的膝頭 然後你下半部分的小腿位 那個位 是會突然彈起的 即是 這件事是會很影響到 你整個射球的動作流暢 對 所以 接著射了出去 然後就炒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淘汰 欸 但是這件事 他那種 拖手肘的那一招 其實CPU是經常用的 出過多次了 他很喜歡在最後的時間 但Couch Time又要洗這些拖 對 當然 第一個受害者就是Stephan Curry 其實在香港也有很多人用的 詳情你可以問我們的B哥 B哥作為一個射手 是經常性打的 這些東西 我也見過幾次 不過很老實說 這一球如果你說 吹不吹 最大爭議這球就是 他吹不吹呢 我會這樣說 如果我是個球星 那裡是大飛主場 不吹 如果在雷霆主場 吹不吹 但是如果你說在球例上 真的拿正在一條例上 可以吹 因為 你這樣說 大飛主場為什麼 不解釋 雷霆主場為什麼吹 不解釋 雷霆主場真的很厲害 不解釋 但是如果你說跟球例 是真的吹的 但是 很老實 那些人 拿著這一條條例 就是拿著這個時刻 就說 你黑哨啊 這樣 那我不趕著 因為我記得原來還有一單 就是最後CPP衝上去那一刻 就是CPP 最後 鼓起他的語境 好像是浪費球 其實那球是 快攻 還是衝不上去 不是 因為最後也是一個底線球 對 不是 邊線球 邊線球 那Chris Paul就兜了出來 即是在底線位 即是兩個匹就兜了出來 然後上了烏龍頂 用了Brick Griffin一個匹 然後上了罰球線的位 其實可以拔掉 其實可以拔掉 沒有這樣做 然後再帶多步 就埋了Ebacca身 那Ebacca呢 其實是被他fake了 是有點失了平衡的 但是在同一個時間 你就看到Chris Paul突然掉了 然後整個球 就在Ebacca面前飛過 Ebacca就 琴 走 那就出了原場 那這個 如果用回第一下這樣看的時候 是覺得Chris Paul按夠啦 不是 那但是 第一個印象就是 Chris Paul按夠啦 就是 但是其實問題是出現了 不是在剛才所提及的兩個球員 而是在看保防的Reggie Jackson 有很多球迷是講及到 究竟 Reggie Jackson在那球有沒有Reach In 因為 Reggie Jackson在近去那一刻的時候 同一個部位 嗯 又是納到CPV的手段 而CPV 也是脫掉了波的 那就引發了一個很大的爭議 就是 究竟Reggie Jackson有沒有Reach In呢 好 個人來說 嗯 個人來說是有的 嗯哼 個人來說 如果以 當日的 雷霆主場的 執法尺度 來說 是有的 是 那兩個佛球 是應該要給的 嗯 對 正常 你們兩個怎麼看 都是這樣說 都是這樣說 我都是跟L2的意見差不多 就是 當你CPV那球 都已經 這麼嚴重 如果 如果 你不 這麼嚴重 我會覺得 是不公平的 嗯 明明是 他知道他自己吹錯了 但怎樣你都不會承認 他會還一個call 給你的 那我覺得 在這些情況下 你既然 你之前CPV是這樣 吹了 你也是同一個位 正常 同一個位 我覺得 還有這些 這麼clutch的 moment 是 應該是給他一個球 應該是要吹 Wedgy仔 是 有犯規的 但我都會 看多一點 就是因為 他這個 真的是 last protection 嗯哼 通常 球證的 執法 去到last last play 守緊一點 通常 他真的 不會那麼容易 大部分都是play on 對 很多時候都是 繼續 給整個position 完結 這樣 他才 給整個position 完結 中途 通常都不會 叫foul 嗯 好 我這樣看 第一 法例上 即是球例上 100% 一定是 很明顯的 好了 情況是什麼呢 catch moment 最後一個play OK 如果 又是那件事 因為那個女性主場 他不會在這個時候 吹 因為 實在有 以前都試過的情況 好像是光頭17最流行的 吹什麼 其實是會令 場比賽有更多的正義性 在那些情況之下 沒有一個球證夠膽揹 因為 在那個情況下 其實你看回球證的擺位 是沒有人真的可以完全清楚看到的 我先補充一點 講回cp3 三球罰球 其實當時的情況 三個 即是當 Vestbook 起手那一下 其實 三個球證 只有一個 舉了手 說是犯規 當初 我記得應該是 即時 是很即時舉了犯規 因為是最近球 對 另外那兩個是完全沒有表現的 借光 看不到的 對 然後再看片 然後先三球 那 Reggie Jackson 那個情況也是一樣 但相對來說 那個更難看 因為其實 我會說 也有限制 也是那個 因為 NBA設定的條例 就是 Official Review 是沒有反射規 嗯 這件事 首先 你 不是一個死球 你不是一個死球 你不是一個死球 Wassel Westbrook 那球因為 吹了 你是 你在 Official Review 他簡直是 連Review都沒有 因為他是 不能決定 他究竟是沒有反射 因為他沒有吹蹄 因為他是 因為Wassel Westbrook那球 為什麼他是 不需要去Review 是因為 你的Review 只是看兩球罰球 還是三球罰球 三球罰球 而不是有沒有淘汰 不是有沒有淘汰 而這件事 大哥 我看到Wassel Westbrook 整隻腳 腳掌位 是在三分四下 毫無疑問 那就是不用看了 好 但是去到Chris Paul 那個情況就是 Chris Paul的情況 不是一個死球 是的 而在那個球 在脫掉之後 Ibaka一臘 然後就 已經 完成了 那其實 你是不能回追看的 這個是 我會說 明顯的 是一個 錯誤 來的 但是這件事 是 作為一個球證 或者 大哥說球證 不是機械人 就是 我會 同意的 就是 其實 我會同意 某程度上同意的就是 今年NBA 季後賽的球證 是很不一的 是 是 很多時候 很多很質疑的 無論是 就是 火箭對透方者 那個系列 哇 離世譜那些 然後 某些是 英隊 流馬那些 其實各個系列賽 都有很多不同的 是 很影響到 整場球的順向 我會看到 我有一個很奇怪的 就是 雷霆 又是雷霆大飛 這個系列 明明是 伊巴卡 的 叫做 搶欄版犯規 誰知道是 反過來說 佐敦犯規 搶欄版犯規 真的超不解的 這件事 是很奇怪 今年的球證執法尺度 是的 但是 在 某個角度來講 就是 如果先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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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Reach In的 叫做 作為一個球證 你要Stake to的就是你的Rule Book 你的Rule Book告訴你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Official Review 你不會回頭 可以看到它究竟有沒有封 你是要選擇 它究竟你吹還是不吹 而作為一個球證 球證都是人 我都是那個 球證是人 而這件事 如果它沒有吹 你不能怪它 我覺得 對 就是這件事 老實說 那一刻實在太快 這件事我沒得說 或者 這樣看 你一個籃球比賽 你不要說NBA 你甚至奧運 或者我們自己 就這樣出去打 那些香港的私人聯賽 這些情況裡見不閃 你當事人跟你在一個球證的角度去看 或者在那個時刻 他決定的事情 因為 你球證是靠眼 你不可能被犯規 好像B哥那些 打了整個手 打了過來 我痛 球證看不到就看不到 你不能說 所以這件事 我覺得 我們的兄弟 大部分都很理智 我覺得這件事 值得讚賞我們的兄弟 在我們的群組裡 都是很多理據出來 和大家一起聊 值得讚你們 其他的 我覺得 都已經是3-2 所以就算了 不要再咬這些 我又被人洗牌 我不用看 但是 反過來 反過來 一件事 場球 那些雞 是不是很奇怪呢 就是這樣說 我是生氣 一些人 拿Wassel Rasburg 那球射球來 大做文章 但是我不代表 我承認那場比賽很公平 因為 真真正正 好有問題的那些 call在哪裏呢 是Wassel Rasburg 剷下去 拿了三十多分的時候 那些call就真的大問題了 我看過有兩球 Bababy無緣無故 叉叉兩球 兩球 兩球淘汰 Repay看下去 都觸不到他 不知道為什麼淘汰 這些就真的很奇怪 還有很多 Lose Ball 50-50那些 永遠吹大飛 這件事是很令人不解的 我個人意見 真的個人意見 我不覺得是黑哨 但我覺得是主場計 一定是 是 旅程主場一向有這些計 其實大隊 還有 Payoff主場計 這件事 不是第一年的事 其實對對都會有的 主場計 沒錯 其實有些事情 Poverish說 在Payoff start 作客是很難的 當然他自己 當然第一 就像Poverish 自己好像 自己當然要把這條蝦尾蛇 陰咬人 那些事情 不是 講小題外 有些人說 這條蝦尾蛇 意外走進去 我幾個人相信 是故意的 大哥 哪有條蝦尾蛇 是不是真的 在冷氣槽上飛下去 現在Mission 不可以 還要去鎖卡 嚇到 嚇到 彈到 我已經說了一件 以前的故事 給L聽過 這件事 就是Don Nelson 就是前小牛教練說的 他的Payoff 打馬刺 通常 你作客去場館打 就會 沒有糧衝 沒有糧衝 很少試的 通常有一兩天 就會讓你的作客球隊 去場館試 沒有冷氣 不是沒有冷氣 是更糟糕 很難陰濕 這樣呢 沒有燈 Don Nelson 就在看一看 好人在主場那邊 替你設置架 整好東西 替你設置地板 然後Don Nelson 看一看籃球架 好像有點不妥 然後呢 他就找了當時 有一個七尺六算 大家都記得的 Sean Bradley 就做什麼呢 站直的人 垂直隻手 看看摸不摸到框 原來 當Sean Bradley 垂直隻手 而他手指最尖的一節 碰到框 是度過的 剛剛好十尺 即是地下道南框的距離 哇 人肉間尺 對了 而當時他發覺 框 他可以站在那邊 那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POPPO WISH 其實是很難的 真的是HOWARD 像高手的框一樣 對了 那這次說完了 那 那 你說他整個 雷霆主場雞 其實一定有 不過 我也猜下場 會payback的 還要這些 還有很老實 雖然說這一場有很多奇怪的主場計,但是我都要插大飛 第一件事,Brick Griffin你第一節做什麼? 我見到很多球,他們通常都是打一些類似熱火的 即是中間打一個Pick and Roll,打不到旁邊再打一個 好了,檔完之後,High Post有一個人是Wide Open的 那個人叫Brick Griffin 接著很奇怪,我不知道他做什麼,拿著球給CPP,又被迫過 你想怎樣? 你整年練回來的中距離,你這時候都不寫? 我不知道他做什麼,不知道他做什麼,很奇怪 第二件事,我經常都說,又是把球給了保障,但自己沒有 老實說,你的東西很糟糕 如果不是阿達幾球三分,跟你拉著距離,你真的不行 另一件事,Danny Granger 我記得那天好看,他開了一個Boss score出來 即是他的數據,Danny Granger在Payoffs平均每場2.1分 據聞你前年還是狼馬大哥來的 2.1分? 你看他出多久,真的要看他出多久 為什麼會出那麼少? 他有很多零分 為什麼你會出那麼少? 即是你作為一個,你不是打不到好東西的 你試過打一場好東西的,打大飛的時候 叫Votation,Votation的問題 不知道為什麼他不出他? 這個很奇怪 另外,再有一點就是 為什麼你不嘗試多攻200卡和Big Griffin 很少學 他們又是被他衝進去,CPV衝進去 很刻意一件事 大飛那場波的問題 他很刻意用CPV和Big Griffin去引人出來 然後給人射三分 很依賴這件事 到你全部不靈,救你那個竟然是Jamal Carver 第三節 是啊 為什麼會這樣去到這個景地呢? 你這些打得好一點 你不會讓雷霆有這樣的事發生 我不會去講 是不是? 他們回防會得很慢 我也要罵一罵 即是最後一分鐘 回防會得很慢 其實我覺得McBrowns 他不應該去衝進準攻難難 他反而是應該要退防的 不是呢 過一球其實 那兩分其實是不用失去的 應該這樣說 因為那天我要上班了 那我就沒有看的 那我只要回看第四節 因為太多很爭議的課 但我沒有回看之前 沒有回看之前 我會說其實很浪費氣的 整件事是 Kevin Duran 頭三節吃了糞便 其實整場都沒有什麼表現 整場都好像吃了糞便 就是 就是 命中率是極差 賣單計數的命中率仍然是極差 就是 得罰球 那 而 你只是靠Wassel Westbrook零星的反擊 到最後 都 還在輸這麼多分的時候 我是不明白 Chris Paul也好 Brad Griffin也好 其實很多的進攻 那些Pick and Roll 設定得很差 我會說 而且打得很單調 看出來的做法是 我理解你的棋位 或者方法是 你那一套是很明顯的 你每一次都做到一個open look出來 但是問題是在於 你 那個open look 究竟是不是可以 帶給你一個最大的得分機會呢 譬如說 我都很清楚的 Chris Paul升到上佛球線 我都經常說 Chris Paul出手射球 我經常說 他是其中一個 我覺得出手射球 那種人 但是 我明白的 Chris Paul是準的 但問題是 當你看到Roll In的Brad Griffin 他真的有位置Roll 他是Roll In到 但是球是不到他手的時候 那這件事是 你究竟 是不是 真的有去理解過 究竟你整個場上 究竟哪些人是 有什麼狀態 有些打得好不好呢 Jermar Crawford 我剛才都說過 之前我也說 Playoff忍者 每一次Playoff都是 他是打了Playoff必尋 這個是 無論他打哪一隊 好像之前 彭仔Post出來 他跟了15個教練都好 都是這樣的 都是這樣的 今年好些 其實 今年好些 只是 只是 但是 Reddit 算是OK的 但是因為 你要用什麼Bounce 來守Duran Reddit很多時候 你都看不到 而 大壁了也沒辦法 他那個Pick 是真的 綠犯離場 是沒辦法的 真的是犯規 那 Break Griffin 真的 我覺得 很浪費 你沒有用到他 很充分的 你用到他 真的roll in也好 或者他真的 試一下第一步 第一步 都可以試一下 不用這樣 就算他拿到球 其實我也嫌他很多時候 拿著球 我 很不解 Bick Griffin 在這個series很被動 他是很喜歡 做一些很協助 甚至很公兵的事情 沒想過我站出來 喂 我們整天都說 那兩、三個星期 雷霆那對內線 一個傻的 一個按鈎 喂 你跳又跳得 射又射得 衝又衝得 鼓滑又鼓滑 個人還會flop 那你為什麼不打他呢 我又不明白 你打他又不是沒有效果 是有效果的 有一樣東西很奇怪 勇士 勇士的series 你經常會看到 用Bick Griffin 打給你 對 但你回頭看雷霆這個series 沒什麼怎麼用 但他對手還用低能 他覺得 伊伯克的防守好 因為問題是在於 他 因為這個是大部分NBA球隊 都會覺得是同樣的東西 就是 伊伯克的防守是好的 而David Lee 是出了名的 是防守黑共 而在這個情況之下 都是那句 閉上眼都不斷打 正如 有某部分的 那邊的NBA球評 都覺得Andre Basch 是一個很好的球員 就是同樣的意思 是一個 那些是 大家不同的interpretation 你會覺得他的保防是不可能好的 伊伯克的保防是好的 但是 他在單防上面 也不是的 他單防Griffin 是少數的他能夠單防的人 我會這樣說 是很少數的 伊伯克可以成功單防 因為 因為 現在 之前為什麼伊伯克被人不玩得那麼傻呢 因為那個是Z Randolph 還有架數兄弟 那個架數 因為 他們是玩Foodwork的 而 沒有意思地 不過Griffin 都是沒有Foodwork的 那他仍然都是 每一次都是直升機升降的時候 其實伊伯克也是跟他 直升機升降的時候 都是的 那你都叫守到的 這件事我覺得是 真的嗎 不是 就是 兩條 有少許質疑 少許質疑 因為 我這樣看 我之前也上個星期說過 其實他有一些面框的 空扣能力 即是他今年 嘩 你們兩位和表弟兩個 多精彩 不用數今年 其實 一直以來 一直以來 他一直以來都是有的 對呀 什麼反自轉身 其實他做到 但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伊伯克的單房 最怕什麼 變化多 變化多的人 表弟 玩得很混亂 架數兄弟 也玩得很混亂 鬥附近家 就是 Blake Griffin 不是做不到這些事情 就是他 下些什麼 我是要對勾力 我是要玩勾力 不過他又不做 現在不知道為什麼 怕伊伯克 你先在這裡 我先把他交出來 整件事不明白 不過 我以為 我預言第六場 大飛會贏 因為 這場雷霆贊 下場賭回給大飛 信不信呢 嗯 還是那句 一口砂糖 一口屎的理論 難得地 Wespo 四五場都沒有出事 就是 第四第五場都沒有出事 反而是Durane出事 啊 就是這件事呢 我又很想看的 我想叫當地傳媒再起個番名 不要Mr.Unrelatable 改過其他的名字 再刺激一下 賭倫也是一件好事 是啊 就是我會說 其實Kevin Duran做什麼 你 你 你太乖仔了 都是那句 我們剛才都說了 Scott Brooks這個教練 已經開始 不受尊重 不聽屁了 那 Kevin Duran先生 其實很簡單的 你想入球 你想拿球 很簡單 不需要太複雜 你叫Ibaka設定 就這麼快 就這麼快 繞出來 搞定 不需要怕 不需要怕 究竟有沒有一個CPV在後面 幫你追著 不需要怕究竟有沒有一個 甚麼班士 在這裡突然之間 保利房 有人保利房 就傳出去 那你還是有一個 Wespo 還有一些Colinson在三分底線等你 哈哈哈哈 但你反過來說 其實 GAME5剛才說的 L爆了 因為我們Live的才能聽到 其實我已經看到 不要說Wespo 基本上整隊都不太聽 那個叫什麼 彭丁先說 傻仔教練 說話的 但打出來 我兩年前 我記得我講的一句話 當雷霆輸了 就說 你是一群死難鬼 你是Underdog 無謂打得這麼優質 無謂裝紳士 這個真的要多謝一個人 我好喜歡他 Stephen Adams 亦都引證了一句話 一隊冠軍球隊 雖然雷霆沒拿冠軍 一隊冠軍球隊 一定要有個茅柴 沒錯 但這個茅柴影響力就大了 不是因為他的影響力 而是因為他的隊名叫雷霆 整班人很容易受到影響 你看看那場 雖然有些雞是主場雞 但是 為何捉到大飛這麼多人犯規呢 就是雷霆打一些沒有戰術的打法 他搶得最多的是什麼時候呢 Russell Oswald衝過去 然後Steven Ashton 想你撿死雞 那些事情 其實 基本上衰一點說 是沒有戰術的 總之就是 很簡單 我有兩隻星 我衝 衝完之後其他人 用 熊 那你通常這麼衝擊性的打法 會衍生什麼 第一件事 犯規 真的很多犯規 大飛和雷霆 永遠都是很多犯規 不知為何打到大飛那些球 都很多犯規 其實大飛本身控制犯規 不是說很差 除了大飛和犯規 那兩隻就算了 但你想想那一場 多少人吃五飯六飯 大飛那邊 吃好東西 我還記得文健之河 第三節 下半場開始前 記者就問他 你隊伍有很多Fall Trouble 怎麼辦 文健之河還很難露定 跳打這些比賽 兩隊都Fall Trouble 看看是誰 先 那就糟糕了 老實說 不要說Ross Royce 派不派教那些 5G的情況 我相信大飛會多犯很多計 這個一定 第七場 所以直接跳到 大飛對雷霆第七場 那你們怎麼看 你覺得哪裡會贏 第七場不是雷霆主場 是 那就雷霆吧 為什麼呢 我真的很喜歡彭仔的物色 對雷霆吧 說完了 因為雷霆主場 OK 我賭雷霆 大家有沒有看過 我在群組的那張圖 哈哈哈哈 你點一面 其實很多人 這樣都被你聽到 其實很多人不太明白 那張圖說什麼 很多人就以為 賭敦射罰球 其實很多人都不明白 其實那張圖 重點不太明白 是這麼多位球員 經常在絕殺的時候的模樣 不 大家看圖的重點 除了看下面的球星 之外 看看上面的籃板 頂上的鐘 沒錯 究竟誰能出手呢 對了 倒爛二的出手方法就是 射罰球 所以 所以我就說你Fail 倒爛射罰球 我就不刺腳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射罰球 你Key都Key的好一點 不是我Key的 不是我Key的 哈哈哈哈 哈哈 Ello先 啊 我是真的很不喜歡大飛的 哈哈哈哈 我亦都不妨直說了 我是真的很不喜歡大飛的 我是很看不過眼一種 以Flopping 作為主軸的球隊 熱火 熱火呢 就長期都是這樣的 所以呢 我也沒有捧過熱火的 OK 我也沒有捧過熱火啊 是不是 OK 哈哈哈哈 是的 不好意思 好像是主持之中 好像只有熱火 全部那些 金州啊 BB啊 柳陽啊 柳陽那些 我這一組走了 全部吃了紙的 管教無方 就是我們可以組 我們可以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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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州我有一把花生一起吃 是管教無方 我們 是 我們應該是要組一個 叫做輕輕鬆鬆體肥 俱樂部 哈哈哈哈 是的 是的 我們那隻星星是沒有讀過大學的 不好意思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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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是不好意思 繼續在呢 呃 用回 剛才你生緣了 嗯 我會說 我不覺得 大飛在一時三刻 可以令到Brick Griffin 重新 打回那種 很aggressive 會衝扮 會 在Chris Paul 不在場的時候 那些 反自轉身 踢一下球 打一步射 打 打 打 背籃 或者其他那樣東西 我覺得某程度上 這件事真的要賺Steven Adams 他是 很干擾 他是一個 很令到其他球 就是另外那隊球 球隊 很干擾 因為你不知道他會做些什麼 勇而不茅 呃 他真的 他不是茅 他是串 他真的很串 他是 永遠都是走過去 即是他的樣子 是永遠Poker Face 但永遠都是 看一看你 灑一灑你 然後走 這樣 即是這件事是 長期都是這樣 Brick Griffin 某程度上 有一段時間 Brick Griffin是他搜 而在那段時間 Brick Griffin 真的不是得到很多分 呃 同樣地 大飛左燈你不預計他攻的了 即是說真的 你真的預計他 撿雞也好 屈招也好 什麼都好啦 那但是 我也是那句啦 呃 這兩隊幫我不想說我同一隊了 呃 我純粹只是會說 兩隊要贏 可以做些什麼 大飛 A 我麻煩你 收起 張馬克薩 不要再用了 即是我 懶理你究竟 是不是一個最佳大陸人都好 如果你 打出來 比JR更壞 是一個最佢大陸人的 沒有誰比JR更壞 認真 有 糟了 我突然忘記了他的名字 第六人 啊不是喔 第六人阿笨哥哥 笨哥哥 有個正選也比他 Lan Stevenson 我記得了 哦 即是我會說 Jermaine Crawford你是要收的 防守是一個弱點 呃 是被人追著來打的 即是因為現在來說雷霆 傻仔教練 不知道為什麼啦 是不是受到 受到這個MVP的感召 就出 即是第四節寫出一個陣容 就是 Restwick Reggie Jackson Duran Bella Ebaka 這個陣容 是經常出的 而這件事就是 Jermaine Crawford 很無可避免你就會對的是 要不就是Restwick Jackson 要不就是Karen Bella 要不就是Karen Bella 好彩的就是Karen Bella 好彩的就是Karen Bella 那件事就是 你被Restwick Jackson長期都是 對著你追著你打的時候 那你是很大問題的 如果 快艇要贏 麻煩收起Jermain Crawford 雷霆要贏 要做什麼呢 很簡單 真是做狗 衝過去 一個匹衝過去 不要想了 因為你有的是一個Wassel Westbro 一個Karen Bella 首先 Karen Bella 贏的那件事是贏首場 你升上去那一刻 你無論如何都好 你一定不小心會困到阿Dee 那就 Legit to make contact 那你就回家了 Wassel Westbro 因為快 他撞過去那一刻 除非 雖然大飛敦近排的防守是好 即是他會直直上直落 即是Sylinder Principle 他是OK的 但是 因為他 他有很多時候就是 起動給Wassel Westbrook 慢 而起動那一刻 就是你起不完 然後Wassel Westbrook 已經撞到你了 沒得不催 我再說一個 我個人覺得雷霆要贏的因素 我覺得其中一個人 扣征嗎 不是 這個不是抽水的 這個認真的 我覺得Karen Bella 是一個重點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Karen Bella 在雷霆的角色裡面 其實很簡單 不是ISO 首先才說 OK 我不希望看到ISO Karen Bella再出現 VND 其實很多次看 他很 他的角色其實就是 佈在一些底線 或者再上一點點的三分 而我印象中在Game4 是不是Game4 應該是Game4 Game4 我忘記了Game幾 第四節 雷霆真的找到快艇的弱點 就是很多時 快艇會協內線 或者協進來的人 而當時 他們會找的是 Karen Bella的Match-up 去協 換言之 Karen Bella很多時候是空了 而那一段時間 又不知道為什麼雷霆那班人 是不是真的沒有聽到 傻仔教練說 肯定沒有 我告訴你 真的傳球給Karen Bella 射三分 而那時候Karen Bella 是很準的 那時候幾準的 亦都很有效地 令到得分 拉開出來 起碼保持到 在那個距離 分岔 所以我覺得 如果是Game7 的話 這個項目 我覺得是要看的 OK 回答這個時候 我講之前 就講一下 Trap Room Dennis 說 是不是陰謀論 我說不是陰謀論 很多人都講過 剛才吹雞 那些回頭雞 之前吹到你 扶扶街街 下次再給你 是正常的 蘇宅問 兩年前我是不是 讚過Scott Brols 說他是影響機 兩件事 我記得我兩年前 真的讚過Scott Brols 我記得 不知道他是打 灰熊還是打什麼 他是打馬遲 馬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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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 那時候好像沒有那麼瘋 他就 他就 在motivation上 他是做到 那時候 很支持他們 一個打一個 別搞那麼多 去去去 但是 接著說他影響機 是吊咬他的 因為他真的拿著這套 看人家做什麼 他就做什麼 於是吊咬他的 現在就變成傻仔教練 就沒得救了 算吧 現在他都沒有空 跟你影響 影響都懶了 我這樣看 大飛如果輸 四個字都說了 夠由自取 真的 如果他真的出局 Game5其實不應該輸 我只可以這樣說 大飛是一隊CP3的球隊 所以今年Break Griffin很OK 但是問題就是 我可以說 如果Game7 雷霆贏的機會非常大 因為問題是 他們找到自己的打法 不要說是針對什麼人的打法 是他自己的打法 活力 衝勁 衝擊力 搶 勇勒 勇勒 有這件事其實 雷霆是夠打的了 即使你對著熱火 也可以不怕 他找回這件事 即是兩年前的雷霆 其實雷霆最厲害的就是 這件事 雖然是慢勁 有這件事就夠打 但是 你看回大飛 我敢說 如果Game7 If真的有 我怕他Game6過不了 如果他真的出局 輸球罪人 Chris Paul 毫無疑問 最大的問題是 自從Chris Paul 入到大飛 他很 即是 所以我知道 他在黃豐時期 已經經常玩完小動作 陰狗人 那些東西 我知道 也有很多片 但他在這些 越玩越過份 即是 玩到的地步就是 我是保長 我怎樣玩 你一定要娶我 但是很多時候 上個series也是 上個series 上個series Game1也是 今個series 還有兩場 他很多時候 玩這些小伎倆 而糟糕 還有很老實 撇除某一些 執法問題 雖然我還是覺得 整個payoffs 暫時吹得最正常 那個叫光頭17 是那個叫最穩定的 真的今年幾正常 不是 因為其他失常 你覺得他正常 其實他吹不正常 通常是吹那些 Tim Duncan 平常都是正常 他只是吹不正常 只是吹不正常 你會看到 但你會看到 其實某程度上 平均來說 今年payoffs的 吹這些吹罰 是嚴格了的 你想想 第一場payoffs 對著山貓 哇 被人打到臉 沒有人理會 又是他夠喊 然後為什麼沒有淘汰 沒有人理會 但 你反過來 Chris Paul 再玩這些東西 我告訴你 你Game7 會摔在你手上 玩出火 至於他在Mark Harford 那些 太變數了 我不知道 但如果你說真的 在戰術上要贏 大飛有一個問題 你今年的半場陣地戰 好了 源於你 Brick Griffin 打High Pulse 都是那件事 你不要保證 你拿著那個球 你拿著那個球 你那對 不會打慢的快飛又回來 你會摔街的 雷霆的 不用說 做回自己 夠贏 但如果你猜我猜 雷霆第七場贏 就這麼多 好啦 下個星期 應該死了了吧 應該決賽了吧 冬錦和西決 應該要冬錦 應該要冬錦 全部都死了 裡面有七場的 對 下個星期 儘管看看 play of 各位也能早一點回去 這個星期 都減到11點多 都差不多 不是有大幅嗎 不是 可以借玩 matched 應該有時間 沉迷機海的動物 算了 你回去Jerry的Danny Danny Sims 混蛋 我們要打棒仔 下星期再見 拜拜 多謝你收聽Only One Radio的節目 想知道更多的節目內容 又或者收聽其他節目 請即登入 www.onlyone-radio.com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資訊 請即登入我們的Facebook 網址是 www.facebook.com 邪惑Only One Radio HK